户外BB crew今天啊 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屁性的地方 今天打外面来个烧烤 先把我的帐篷给他指着 下雨还有个避雨的地方是不是 还能在里休息休息 对孩子还能在里玩 帐篷已经治好了 我儿子现在这里边玩 这边炭 炭也好了 马上开烤 那边烤着我先偷空吃两个 偷空吃两个 这肉串 太小了 真小 再来个西纸鲸骨 还有西瓜 看这大羊肉串烤的啊 嘴嘴没有味 这是 自己买的羊肉 相当哇塞 哎呀这边 烟太大了咋整的 正常烤烧烤烟不大 来点小辣椒 出锅 出锅 最后的收尾工作又交给我了 这点烤完了我们就准备要走了 但是还没得烤完呢 下雨了 看看那边那个天音的 你快一点吧 一会下大了 还在那喝呢 不要慌不要忙 就着这个鱼吃才有感觉 我们可不想哀嚼 哎呀 看那边的云他都黑啥样了 哎这先生还在这漫游漫游喝呢 不要急不要火 这鱼说来就来 躲到棚子也喝点得 有这么大的鱼也没耽误你吃 嗯 这现在还没有下大 赶紧把帐篷收起来 这现在还没有下大 这雨来的太快了 还是赶紧把东西放到车里头 得会有这个小这样子 赶紧装吧 饿还没得吃好呢 这雨说来就来了 车呢 喝完酒今天也就不开了 就给它放到这了 我们就准备回甲了 吃的饱饱嫩不嫩的 尾声呢也收拾完了 外面这雨还在下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今天呢 开新雨车 领我媳妇到车关锁办点大事 一会儿啊 我媳妇就到了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我媳妇已经进去了 我们刚到这 你看人家都拿张纸都出来了 我们家呀 即将多了一位司机 而且是另一位司机 我媳妇今天啊 过来考科医来呢 除了自驾呀 一个人开车有点太累 顺便最近有时间 让我媳妇考个票 这段下大家提议看得不错 模拟考试分子打的也不少 不知道临场发挥能啥样啊 我这今天没穿旗袍啊 应该穿个旗袍是不是 来个旗开得胜 预设的考试成功 在这等着吧 应该是八点半有一场 看看能靠啥呀 看我们家领导提了个小单子回来了 抽出来表情应该是没啥问题 咱俩过了 过了 多少分啊 93 93行了 过就行 照片照片有点不美丽 黑白一照 这边整个海色的 咱俩有压力吗 考的我都直发忙 科一过了 紧接着就得练科二了 陪我家这口子上 叫练练车的 不知道上车能啥呀 其实我媳妇早就应该考票 但是她对这个开车没有兴趣 所以说一直就没考 等我们坐上自媒体之后 除了呀就我一个人开车 比较累 再回呀 开考了 以后啊有机会就得让她开车了 我就该休息了 退居二线了 到达了建校的练车场排队等号中 这几个车呀全都是女司机 年轻的或者是稍稍岁数大一点 我媳妇在这等着呢 我们今天来早 过来带她体验一下看看 我们家这个女司机开始上车摸车了 第一次摸车 以前我开车的时候 她一次她也不碰 她也不想练 应该一会儿得来个倒车入库吧 先让她熟一熟一车 教练在那正教她 给我媳妇报的是自动挡 我考的是CE手动挡 其实我感觉现在这个车呀 还是开自动挡比较好 因为开手动挡 预兆市里堵车的时候是真闹心 脚都踩的腿都损 如果说车况不好的情况下更累 所以说我还是让她考个自动挡 自动挡还比较好考 现在是少了一项 科二少了一项破棋 科三路面好像是少了一个百米下肩挡 应该是 女司机上车了 还行开台挺稳 我心得熟悉车熟悉一会儿 就直接上车 教教哪个右边哪个刹车 直接就在场地里溜上圈 左一圈右一圈 先让她熟一熟一车 刚跑两圈就开始练着车防卫停车 教练在这教你 其实啊我觉得这种小家乡也挺好 当初我考试的时候找的是一个大家乡 练车都得排队 正常我练车的时候车里得坐四五个人等着排了 后边还一堆人在这排了 但这小家乡一对一知道一个车就一个人 多了也不要上都排点的 现在我感觉这点还是比较不错的 练完车了四十分钟 就练个四方停车 在场地里溜了两圈 给我们家这口子整懵了 现在有点放懵 年轻也不喜欢车 在这左到右到的 连个点都没记住 现在我都放不去左右了 教练教的点我在远处 我听着我都记住了 哎呀当时找个车给你练一下 自己在家练了嘛 找个停车场 女司机蒙灯练车季第一集已经结束了 这个点啊感觉不太好 中午练车 练车我俩准备找个地方吃点饭去 哎呀蒙灯的一天呐 是不是女司机 吃完饭啊 我俩也回到家了 我那时练车啊 第一项练的是倒车入库 我媳妇先练的是侧房停车 哎呀现在先练哪个都无所谓 只要能记住就行 吃顿饭到家 人家教练教那几个点全都忘了 这就是女司机 不知道这个票啥能考下来 也不着急慢慢考啊 我当时考票啊 是用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你能考票一共用的是多长时间呢 不知道我们家这口子 得多长时间能下来 拭目以待吧 这期视频呢 将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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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